游福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有赚钱的头脑 会做生意又很会理财 好 那这个守面相 在我们人脸上有各种功 那我们举出四个功来 这四个功 你任何一项只要长得好 你就有这个机会了 好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当然讲到 讲到这个赚钱赚钱 一定要看财博功 是 所以第一项就是财博功 就是鼻子 鼻子 好 你看鼻子要怎么样呢 第一个 鼻准要封 然后旁边的鼻翼要张开 准头 准头是赚钱 张开的这个鼻翼呢 是存钱 合在一起就是理财 所以这一个呢 条件要配合的话 就表示你赚钱能力很强 财气很够 很会赚钱 我一直很抱怨我的鼻翼耶 因为美女的 千万不要 美女的鼻翼都是这样子 很漂亮 千万不要 我就觉得我很大很丑 不不不 这样的不会赚钱 鼻翼要张开 对嘛 你现在讲什么 美女要这样 美女都这样子啊 那在钱财方面 反而保存不住 等等 厘清一下 你讲的是美女 美女 我们现在讲的是 美女 钱女 我想要美女 好 百娘 百娘 百娘你一年 营业额多少钱 我营业额 你说一年吗 一年大概 六千 说 多少 去年是六亿多 哦 很厉害啊 去年是六亿多 好 第一项 我们财博功 就是看鼻子 赚钱赚钱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叫财员功 钱财的来源 钱财来源在哪里 在眼睛啊 我们想讲 你有好头脑好头脑 头脑看不到啊 头脑你又不能 剥开来看 切开来看 所以我们脸上看来 看眼睛 你眼睛要有神 眼神很足 黑白分明 是 那就表示你的头脑 从你眼睛里面 闪闪显现出来 你非常的精明能干 看得远 头脑非常的灵光 而且知道来源在哪里 到处都是钱啊 都是钱啊 在哪里 你看不到 可是你如果财员功 就是眼睛长得好 眼神足的话 你看得到在哪里 从哪里可以得到钱财 从哪里去赚进来 是 那这一项 我刚刚讲过 两位都得了 第二项 两位都得到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呢 叫财富功 财富功是看的耳朵 耳朵 我们知道 刚刚讲财博功去赚钱 财员功去找来源 但是你很多人拿到钱 不能存得下来呢 是 这就是要看耳朵了 第一个看耳朵之外呢 还有你钱财 有些人钱财只是过路财神 过路财神也没有用啊 你拿到钱自己能够享受 自己能够享用 这个也是耳朵 所以耳朵我把它讲的是 耳朵要怎么样 耳朵要厚 不能太薄 然后呢要有耳朵 耳朵要圆 叫它钱财 财气能够存得住 最主要我刚才讲了 它为什么叫财富 财富就是说 那个钱财能够自己去使用 不要赚了很多钱 很多人就没有了 就走了 留下一堆数字而已 一定要你钱财赚得到 要自己能够享用 还能够享受到 我自己的福气 有些人很会赚 但是都赚给 留给别人了 或者留给小孩 留给小孩 做小孩把你扮 或者是留给老公跟下一个女 我都赚到太多了 别人的小孩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项 这二三四两位都有得到 第四项呢 当然就要事业工了 就是你要钱财 一定要配合事业 事业才能够赚钱 要能够会做事业 那事业工是在哪里 就是耳朵 就是我们讲这个耳朵 不是说很高 整个秃头秃上来 不是 只要开朗就好了 是 耳朵开朗 表示他会做生意 会开创事业 眼光看得远 会打拼 这样的话 非常力量够了 就是说我们这四项 有一项基本上就不错 四项多道是更好 表示你很有赚钱的头脑 赚钱的脑筋 会理财 会赚钱 会做生意 好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 会有一些教训 跟花些冤枉钱 大概哪些部分是大家要注意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商标 因为毕竟我等于是没有创业过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我只是想开一个 比如说美甲店 开一个服饰店 我当时就只是想跟朋友 一起开一个饮料店 因为我很爱喝手摇 所以当时开了之后 我们就很开心 然后生意很好 结果一开了之后没多久 马上就很多人想要加盟 甚至是国外想要来谈代理 我才发现说 哇 这事情不得了了 演变到国际化了 就开始我们很认真去 比如说我有去上课 然后去了解我们要如何做 这种国际化的企业 然后等差不多准备就绪 要准备开的时候发现 有人注册了我们的商标 蛤 对 而且 被注册 有那种商标蟑螂 对 然后我就去看了他注册的日期 是我开店的第二天 所以你看他有多看好我 好贱喔 有人专门是职业的 他专门的对不对 而且是不止台湾 就是好多地区都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只有 台湾人看见这个品牌会起来 就是别的国家也有人看到 所以你原来商标叫什么 然后被人家用走 就是不要对我尖叫 不要对我尖叫 对 只是后来我们把他抢 就被人家用走了 所以我们就去打跨国的商标权 然后你还要找律师 你知道跨国律师这种都很 很麻烦又很贵 然后当然还好最重要是 有把他抢回来 抢回来要花很多钱 就是大概花了四百多万 一倍 没有三十块 对 而且商标你要想 美国的多少钱 日本多少钱 法国的多少钱 就看你要勾 来 这是全世界你要勾几家 对 都帮你申请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你真的创业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自己品牌有信心 就赶快先申请 可是我又才刚开店 我就要申请我全世界的专利吗 也有点太充了吧 就是可能至少几个 你有觉得会做的国家 可以先申请 台湾是一定要啦 可是光是你一个专标 商标也几万块 对 几万块 总比你最后 大概四百多万好吧 对 哇 商标很重要 说自己开店才知道成本控制不容易 我觉得我以前 还只是喝别人饮料的时候 觉得这杯饮料为什么要卖我 比如说四十块 你不会知道它的成本架构 因为你就是一个消费者 可是当我自己是老板的时候 哇 每一个东西同样钱 然后就连我以前 完全没有在意的 比如说杯盖 什么样的杯盖设计 它的成本会多少 然后比如说吸管你要算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它连贴纸 那个成本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比如说大家喝饮料上 不是贴一个白色的贴纸 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要让 这个整个品牌的 感觉设计是跟别人不一样 再好一点 对 有质感一点 所以我们就要透明的 我想说这应该 因为价钱要嘛就是这个贴纸 结果成本就是贵了一倍 然后我为了要追求 我到底是要品质还是要便宜 我就是常常在做这种 很难觉得的事情 可是我最后很难 你随便想嘴巴讲 人家就呈现出两个价钱 然后那你交 但是消费者不会在乎啊 他会觉得说就是这个贴纸 他可能在喝的时候 根本没意识到 这个贴纸要钱 我现在花钱买这个饮料 我有一部分钱是在买这个贴纸 消费者不会有这个概念 可是我们为了要做品牌形象 跟这个外包装 其实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要想很久的 所以那时候就还是坚持想要 就是整个平身是不一样的感 因为我们是透明平身 所以就坚持还是用 贵的 贵的 但是就是我们变成是利润 就会变少 这个中间那个挣扎的时候 你听谁的 靠宝不会吗 还是自己咬着牙 股东之间还是会讨论啦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品牌概念 就像大家喝星巴克 你喝的就是走在路上 就是星巴克 大家会拍照 可是如果你喝很多一般的小孩 你不太会拍照 因为对你来说 它就是一个解渴的饮料 可是很多人在喝我们品牌的时候 他是会拍照的 因为他漂亮 他漂亮跟他具有一个意义 你喝我们的饮料是喝一个态度 就是有点 喝态度 有点喝星巴克的概念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在做品牌的时候 你要思考的是你到底是要 哇便宜的饮料 还是要能做出有属于你风格的饮料 所以像那时候我们光是茶艺 也都是特别挑选 因为我们希望消费者喝的饮料是 即使你去喝很多手摇 你会发现有一些品牌 他的茶如果你喝无糖 就是会很色 然后你会喝得到他的渣 可是如果你挑好一点的茶叶 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便宜的是用茶叶沫子去泡的 或是混合茶叶 或者是他的有喷茶精 所以他茶叶很香 可是其实茶叶本质是不好的 还有茶精这种东西 对 所以我以为 就是白水喷一点茶精就 都喝没有东西 有这种东西 对 然后他那成本超便宜 他那一小罐可能就可以做 可能五百杯的饮料 但那一瓶超便宜 我这有看过新闻报导 这么一大锅热水 牛肉筋点下去 好香的牛肉筋 但他其实根本没有牛肉 所以我真的也是当老板之后 才了解到 其实我们每一天接触到食物 其实有很多学问 好玩的大师帮你追密码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